看完這些器材的支點、勢力點、坑、抗力點之後 我們來做一些題目 一種題目是不需要計算的 就是你只要知道這個器材是省力或者是廢力的工具 請問你這邊還就是屬於廢力的工具 從剛才的過程中我們就知道 開罐器、啟蒂桿跟採取刀都應該是省力的工具 然後呢就是那個鑷子啊 就是麵包夾那樣子的東西 它是施力在中間 所以它是一個廢力的工具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鑷子 那這個是一樣寫的這幾個 問裡面誰是屬於省力的槓桿 哪個是屬於省力的槓桿 哪一個是呢? 哪一個是我們省力的槓桿 1是 3號 你選的是C 你選的是C 我要選的是C 哦 博斯起職是省力的 拔丁器也是省力的 麵包也要跟麵紙一樣 還有筷子我們也交過 那是一個廢力的工具 所以答案是1跟4 這就是C OK 接下來的題目就是要算的 就是確實要去做計算 那但是呢 應該也很簡單 就是例舉的方法就是利弊去乘以利 然後然後問裡面誰可以完全抵消 可以完全抵消 學測出過一個題目是畫了好多 問它總和的結果等於誰 總和效果等於誰 那個意思差不多 好 我們就開始算嘛 其實可以猜得出來 有一些是不可能的 好 例舉要方向相反 才能互相抵消 所以一定是 一定是呢 1、3跟配的嘛 2、4 1跟3配 或者是說 1配上4啊 或1配上4 所以1、2是會跟3是抵消的 不可能是1、2抵消啦 不可能是1、2抵消 它有一個長度的問題 好的 例舉要一樣 例比比較大 例舉要比較小 F1的例比小 力量要怎樣 大 F3的例比大 它的力量就要小 所以其實不用確實算 也可以猜得出來答案是誰 我們把它算一算 抵消掉 2跟4是可以抵消掉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是C 反正是C OK 好 這是基本的槓桿的問題 情П乘以思力等於抗疫 力 core拒 述時重力 有人還會去問那個支架支撐力 我們這題沒有問 或者地面支撐力 我們這題沒有問 她說妹妹要施掛力 才能夠把它舉起來 這次很簡單的 槓桿原理的運用 十二號 小老師大人 多少 二十 請坐 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妹妹要私利的話私利幣就三 要看的話看力幣就是一 所以呢 三乘S等於一乘六十 所以算算是二十公斤重 所以呢我們要私利二十公斤重才會弄起來 OK 就是簡單的帶進去力氣的計算就得到的結果 理髮師用的剪刀 柄短韌長 修剪花木的剪刀 韌長 柄短 這兩個 有什麼不一樣 哪一個會省力哪一個會費力 哪一個會費力 OK 哪一個會省力哪一個會費力 有何不同 有何不同 哪一個會省力哪一個會費力 有何不同 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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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說可愛小男生 他是馬卡 你的答案 一個任長柄短 一個是柄長刃短 兩個有什麼不同 有一個會省力有一個會費力 哪個會省力哪個會費力 你跟上 長柄短任的會省力還是費力 蛤 省力 那那個短柄長任呢 你做 你把的時候希望能夠快一點 所以他需要省時 頭髮的抗力不會太大 所以費點力也沒有關係 所以他就是短柄長刃 動一點可以減很多 好減很多 那寫花木的時候 花木比較硬 抗力比較大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省力 所以呢 我就是柄比較長刃比較短 所以呢 我們這樣才會 我們才會 省力 就是我們不同的 基於我們不同的需要 所做出的不同的選擇 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幹崗的一些省力跟費力 以及一些最基本的計算 OK